缺牙齿的素牛肚 据说吃了的人都说辣 工业辣素的那种辣 对 我就吃了一口 急性肠胃炎了 这么恐怖呢 下面有一个江西的 不辣好吧 第一次吃可能辣 后面我都一口一包 所以这个缺牙齿的素牛肚 到底是辣还是不辣呢 买回来了 这东西 不倒是评论区很多说要拍的 私信也很多 咱们今天给大家安排了 我买的是特辣版的 13块钱20包 平均一包6毛5 我倒来看看 是不是真有这么恐怖 它这个是双拼的 一个是素牛肚 还有一个素耳尖 看一下配料表 第一位就是魔芋 然后在剩下的配料表里面 我居然没有看到辣椒 换句话说 它很有可能是那种工业辣 素耳尖呢 配料表第一位依旧是魔芋块 看来只是换了个造型 都是魔芋 开一包看看 貌似和其他牌子的素牛肚 没什么区别 来 粉丝先吃 确实有点辣度 不过勉强受得住 口感非常不错 很Q糖 确实比以往吃过的 任何素牛肚都辣很多 不过有一点还好 就是它第一口就很辣 然后你总吃都是这个辣度 并不会叠加上来 不行不行 来口饮料 这个也是粉丝推荐给我的 神瓜档子 喝了饮料发现 根本没啥用 辣度还在 一点都没减弱 趁着这股辣劲 赶快再吃一包 素耳尖 比这个素牛肚又好吃一点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稍微更香 并不是纯辣 如果你不是那种超能吃辣的 推荐这个素耳尖 跟刚刚的牛肚相比 稍微亲民一点 当然只是稍微好一点 也很辣 OK 做总结 怪不得这么多粉丝推荐 这个素牛肚确实吃起来很过瘾 辣的过瘾 口感也很过瘾 特别Q糖 个人平级 和那个东庭湖的鱼尾有了一瓶 而且是很难解的那种辣 爆辣指数 四颗星